德云社大会完面非疑 两场德云社的相声大会看完以后 我不尽感慨 这才是相声真正的魅力 谁说太平歌词不好听啊 那是得会唱的人才行 不会唱的人当然不好听啊 郭老师和张云雷 那对强势的柳活输出 让观众听的直呼过瘾啊过瘾 说学逗唱 这才是相声这个传统艺术的魅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相声能够成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样的相声才是真正的非疑相声 德云社的相声大会演出当天晚上 就上了热搜 我记得那所谓非疑相声大会演了四场 一个热搜可没上去啊 观众还是知道好坏的啊 这四场相声大会每一场的底角 都是做了精心的安排的 既有张云雷这样的顶级流量 又与高老板这样奔着艺术家去的 还有约云鹏这样的国民知名度的明星 更有孟周贤华 网红七队那主流相声携手 马自得好家伙 开始给德云社造谣了 又是第一场演出啊 前几排的票没卖出来 又是什么德云社是三场连续的售票 让第一场张云雷的相声来捆绑 第二场和第三场 马自得呀 你呀在写东西之前 是不是先做做功课 第一相声大会的这帮人啊 真是被全网民声讨啊 看见德云社这点事 你赶紧写 哎呀主子给了多少这个呀 这是 你再写也没有用了 这次你们的全国直播 直接让你们输掉了底库 第四届相声飞翼大会 售票 直播 外加补贴演出 真的是赢了 三天四场的直播 算是彻底的落寞了 在看完了第四届飞翼大会以后 算是真的懂得了一句话 那就是以前觉得直播是进步 现在觉得保密 才是支持 曾经老魏做过几期飞翼相声大会的内容 还深度地批评过这样的保密演出行为 现在想想 真的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巴掌 要不飞翼相声大会 以后还是保密吧 省得这么的辣眼睛 有的时候我真的在怀疑 这一场飞翼相声大会 到底是不是郭老师 带着德云社赞助演出的 而目的就是为了衬托出来 德云社的相声有多么的好 如果大家看完了飞翼相声大会以后 那么可能会见识到 伦理梗 脏口 昏口 屎尿屁一个不落下 也可以见到大褂 中山庄 西服混着穿的组合 相声四门基本功 说学逗唱在这场大会上面展现的都不是很多 而展现最多的则是尬 尴尬的尬 一场大会下来既没有教育含义 又不好笑 更不能让人效忠带着眼泪 按理来说这样的演出应该达不到主流相声圈对于相声的标准了 其次嘴里半算口齿不清的人也不在少数 那是诠释了老艺术家的风采 太平歌词这个东西 主要看的是演员的音色和韵味 老魏真的是不想说斗爷的这一版有多么的类人 但是整体的对比了一些 上到侯宝林大师下到德云社的学员们 真的是随便拎出来一个 都要比咱这版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主流相声圈反了这么多年的三俗 结果一场非一大会下来合着都白反 也咱可是做到了自打自脸了 李金斗先生算是自己打了自己的脸了 绝不能穿白色大褂说像 绝不能穿红的东西 那是罪衣罪群 曾经李金斗在采访的内容中 表述了以上的内容 而方清平在和江坤的直播中 也是表述了这样的话 特别鲜艳的颜色也不能再有 但是你这一身红色的大褂算是自己打了自己的脸了 这些以外那就是非一相声大会 把不让观众搭茶做到了极致 直播相声也不让观众搭茶 曾经斗爷在演出的时候 表述过这样的话语 但是我们有一小小的要求 希望大家以后在我说相声的时候 不要跟你们搭茶 而到了第四届飞移相声大会的时候 全城开启了直播 人家直播相声也不让观众搭茶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直播的时候 因为发表自己的言论被禁言的 而禁言的标准也是五花八门 有人说演员的服装是旧货 就被禁言了 还有说演出不好笑也会被禁言 还有的表示掌声稀稀拉拉的也被禁言了 甚至还有在直播间什么都没说的 刚想说点东西就发现自己也被禁言了 而一场相声大会里面最搞笑的内容 可以说不在舞台上 而是在评论区 主流相声街携手疯狂吹捧飞移相声大会 并借机踩某民营相声团体的演员 您上演瞧看看这几个题目啊 画实在的里程碑意义 飞移相声大会直播 让我们迎接投体盛宴 太投体了啊 这盛宴 真好意思写出手了呀 再看这个啊 飞移相声大会首场直播 迎来喝彩 魔术相声 大家都哎呦我的天呐 哎各位还记不记得月云鹏在春晚上表演魔术相声的时候 他们怎么说的 又是什么 月云鹏侮辱相声 玷污相声啊 那不叫相声 相声里边加魔术啊 那是本身对相声的破坏 哎 他们相声里边变魔术 那就成了神座了 你这座人不能太双标啊 眼看飞移相声大会的口碑不行了 哎又开始抛出另外一个观点 看这个了吗 商演是相声成功的唯一标准吗 哎这文章说呀 哎呀这个相声啊 必须要有教育意义 要有实在的责任感 要这个要那个 那不能光以商演和卖票为唯一的标准 开始了 哎呀行了 我劝你们给自己留点颜面吧 别硬挺了 这次飞移相声大会的全国直播 直接把你们的底裤都扒掉了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们演的究竟怎么样 观众都有一杆秤啊 您觉得郭德纲的相声啊 就郭德纲来说 他是相声奇才呢 还是一个机会主义 您这个 我觉得东哥 您这问题真的有点 我觉得 有点 有点犀利啊 有点犀利 那您觉得 他是相声奇才啊 他还是机会主义 我觉得啊 我觉得他是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 对 因为呢 您看啊 他是 没成名之前 相声不都有传承吗 对 他总得有 师出和门吗 对 他为了 有一个传承 嗯 然后呢 拜了天津的一个相声家 叫杨志刚 杨志刚 嗯 这属于呢 我有师承了 对 对吧 我得在天津相声圈里 有一席之地了 对 然后呢 他后来到北京发展 甭管怎么着吧 他跟师 他跟他师父之间 有什么问题啊 打官司了 啊 就后来他不认他是师父了吧 啊 后来呢 他在北京发展的时候 为了站重脚嘛 啊 他拜了谁啊 侯派的侯耀文 啊 这总是大家了吧 如主 但这个东哥 啊 有什么说什么啊 因为他摆杨志刚 咱们说最早那会儿 他是没有师承 对 就跟您说是 他需要有一个师父 对 因为他得吃这碗饭 对 他是干这个的 对吧 对 啊 他跟他师父 咱别的不是啊 后来最后俩人闹官司 这些事 大家也都知道 对 我也不重复 对 但是他在北京 在拜侯岳文之前 嗯 他可和他师父 正是把你闹掰了 对 对吧 对 是因为掰了之后 杨志刚不承认 他这徒弟 他才拜的侯耀文 对 没错 对吧 但侯耀文的确 咱们说 为什么拜侯耀文 嗯 这里边内幕多少呢 我也知道一点 嗯 但是 绝对 这你说相声 总共三大家 马家侯家长家 对 对吧 这没毛用吧 对 侯耀文的确在相声界来讲 侯家是一座山 嗯 但侯耀文真正说的 也不是侯派的相声 对 侯耀文的老师是谁 对您知道吧 所以说侯耀文 但是呢 他拜的侯门 这没毛病 嗯 哎 他是拿侯门扛大旗 嗯 在北京为了自己知名 嗯 为了自己发展 为了前途 对 我觉得这也理所应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 几坏的 基本的定调 咱们这是吃饭的活 你先把这弄明白 你来这干这为什么呀 对不对 你要说你家里啊 你称八千亩香蕉林 然后有几眼石油 是你三座金山 然后你抛弃了一切 一时不缺 你上这来说像 你可以讲 你说你有情怀 我倒相信 你这还争计了 我是五百亿场 是五百五亿场 你可你过去讲什么情怀 嗯 都是俗人 雅道极致不风流 你记住这句话 啊 那你这处理 都发生一些那样的 心思上的变化 您自己是怎么想的 这正常 每个人的活法都不一样 挺好 嗯 我看你用微博 好像自己又有几个头 也回来了 其实陆陆续续 老又回来了 很正常 这个每个孩子大了 他有他的想法 我觉得都能接受和理解 你觉得他们其实还是 有其他的更多的想法是吗 就是孩子们 有时候就是 因为我 你看我现在我这样 人特别容易就是 把自己看得很高 其实有时候我在家 有时候跟郭麒麟 我倒能说这个话 记住了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